哪个年龄段的男人出轨率最高,分析的很有道理 家里红旗步道,外面采旗飘飘,是每个男人都想实现的愿望 可是有的男人有贼心没贼胆,这种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,始终不敢变成现实 也有一部分男人只要时机成熟,出轨是早晚的事 哪个年龄段的男人出轨率最高,人们都说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好色是男人的本性,没有不出轨的男人,只有身边出轨时机不成熟的男人 其实男人出轨率高的年龄段是有规律的,一般来说男人出轨分为这几个阶段 1.25到30岁,这个阶段的男人一般是刚刚毕业,经济和物质基础相对比较薄弱 处在这个阶段的男人的经历,主要放在如何干事业,如何更多的挣钱,更多的心事都在工作上 而且这个阶段男人若是已婚,一般处于新婚初期和新婚妻子感情正浓,根本没有心事出轨 2.35到40岁,这个阶段的男人一般处于事业有成的上升期,有经济基础,更有成熟男人的魅力 和老婆过了几年采米油盐平凡生活,男人会略感发胃和枯燥 一旦在婚外遇到更新鲜的女人,大多数男人都会把持不住,趁机出轨,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是出轨率最高的 3.45到50岁,这个阶段的男人已经长遍婚外的野花,再加上本身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 就算想出轨也是有心无力,而且是50岁的男人开始发现只有身边的妻子和孩子,才是自己最应该珍惜的 所以会更珍惜身边人,因此这个阶段男人出轨率会慢慢降低 4.50岁以后,男人50岁以后会越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对外面的阴阴厌厌也不再有兴趣,体力更是跟不上 所以这个阶段男人出轨率是最低的 哪个年龄段的男人出轨率最高 对于出轨这件事,只要男人想出轨,女人根本就防不住 女人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 一旦发现男人出轨,请及时止损,不要越陷越深